- 热血仙境这款RP4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在解任务 早上出其身等所需的经验值 几乎大部分都来自于任务 任务内容多半是打击之怪 收集一些药草等等的跑退型任务 可以借由解任务的过程来了解者的仙境 游戏中还有坐骑系统 一开始任务会送你幺蛤肖月 可以点击画面右侧的坐骑按键 将坐骑召唤出来使用 此外还有内剑挂机 就算人不在手机前 也还是可以挂在线上自动练功哦 GC游戏频道燃烧瘾的游戏魂 FIDO